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這個小孩呢 他上來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我說 乾媽我想上電視 然後你可以講那個牙膏的故事嗎 反正就是看有沒有機會 去他想要拍廣告或是幹嘛 他是跟你自己提想要拍廣告的 後來中間就是有一個牙膏的廠商 那我就想說那我就偷偷看這樣子 結果反正就到之後是沒有選到他 那他有點失望 然後就剛好有乾媽 對於他極度想上電視 因為昨天情況有一點點的小出包 因為我的攝影師是爆炸頭 然後他看到我攝影師就沒有辦法拍下去 他就說他很害怕 反正他就有看到一些公主的轉蛋 他就想要轉 我攝影師還想為了討好他 就是去換了零錢 要給他投他就不要 我說那你要回家我們就沒有上電視 那我們不上電視了好不好 他說不行我要上電視 我說那你還要公主的轉蛋嗎 他說我不要了 那還要上電視嗎 我還是要上電視 他堅持到底 到晚上回來 我坐在我的電腦前面 他就馬上跑過來 因為我那邊有一個鏡頭 他就跟我說乾媽你要開播 我說我沒有要開播 他就拿著麥克風說 那我可以開播了 於是我就很認真的就問他 我就說雷雷今天我們拍東西 應該很累吧 那你還喜歡上電視嗎 其實他是有自己的想法 他還是非常的堅持欸 我說你喜歡你就說喜歡 你不喜歡 那我沒有要對 也可以說不喜歡 我說我喜歡啊 我覺得很好玩啊 他只是覺得好玩嗎 對他來講 就可能他就覺得是玩的一部分 那他喜歡看到他自己 在電視上的樣子 然後我有發現就是雷雷其實算是一個 沒有太多特殊才藝的小孩 不是這樣也不是不好 像有些小孩就是這個歲數 40歲可能已經很會念相聲 彈鋼琴小提琴舞蹈或什麼的 就你不會想要他多學一些才藝 我想要他自然的發展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從小學什麼才藝 到最後我就是討厭那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 我想要他自然的跟我說 他想要去上電視 我不想因為他 我們大人想要他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他去變成那個樣子 他就是自然的快樂的童年就好 那他以後他要學什麼 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再大一點 他六七歲 他可能或許他會想說他要學什麼 那我們再來看 那身邊的媽媽們應該會說 我的小孩會什麼 我的小孩會什麼吧 在美國 在國外我覺得比較不會耶 那如果你碰到朋友是他們會比較的話 你自己心裡會有什麼那個 就可能不會跟他做朋友 因為真的很累啊 他又會什麼 豬算又會什麼 因為台灣小朋友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好可憐喔 如果我自己身邊 小時候就是很愛比的親戚或是什麼 我覺得 所以你希望他 我希望他做自己 做自己 對於在餐廳大口大叫的小朋友 因為我跟他出去就帶雷雷 雷雷只要稍微就是大聲一點點 他就說我們必須要小聲 他會跟他講道理就是希望他不要這樣子 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我會跟他說那換作你的立場 因為他是一個不喜歡的草的小孩 所以我就會說你像看你那麼大聲 你耳朵是不是不舒服 他就會說對 那我說那一樣意思 極所不欲勿施欲的 當然小孩子他還是玩得high 或是他什麼他就忘記了 還是可能會笑得很大聲 會尖叫什麼 但是就是一直提醒一直提醒這樣 我覺得有些媽媽他們會提醒 我就覺得那OK 有些媽媽他們是放任喔 是完全不提醒 我覺得如果說你會提醒 你有一直在跟他講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說小孩子 他就是控制不了三秒吧 但我覺得你至少媽媽有做這個動作 像在高鐵上就一個妹妹 他就想要伸手過來拿我女兒的水貨 可是我覺得這個媽媽還做得很好 他說你不要拿人家水貨 這是個非常沒有禮貌的行為 那個東西不是你的什麼什麼 但我就覺得這媽媽他有在做 有在做他該做的事情 先講一下我們台灣 你覺得台灣的小孩 小朋友跟國外的小朋友有什麼不同 你覺得國外的小朋友特別乖嗎 也不見得 但我必須說可能國外的家長 可能比較會放手去讓孩子探索一些事情 就是獨立吧 我覺得亞洲媽媽比較會 其實我老公有時候也會說我 Asian mom 你覺得我那個很髒我什麼 他就這樣講 美國媽媽可能就比較讓他放手去 譬如說什麼東西 你鞋子自己穿 飯自己吃 那弄髒的沒關係 我們就回家洗就好了 對 我發現現在台灣家長 越來越多是走這個路線的 因為有些國外的小朋友 爸媽並不會是直接罵偷說 欸你這樣不行你怎樣 你要跟他講得很明確 對 就為什麼這樣不行 不要站在椅子上跳 第一是說沙發板就不是拿來跳 第二就是你可能摔一下會有什麼結果 那你不聽好吧 那就摔一次吧 他就是這樣 他女兒就摔倒 他說你看吧 昨天吃飯的地方是親子餐廳 所以他有一個很大的溜滑梯下面有那種秋秋的 然後他就要溜下去了 他就突然給我頭臉這樣嘲笑要溜下去 我就說 我愛吃 然後他看著我 他就直接做好然後就溜下去 我就跟他媽說他臉嘲笑 他說沒關係啦下面那個都軟的啦 就是他慢慢的下 我就覺得 而且底下是軟的 我就會覺得說 就讓他去吧 反正就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的危險的狀況下 我會讓他去死 那 也會影響別人如果現在 對他媽很怕影響別人 那天好像就是滑個溜梯 然後就很多人 所以就是可能要排來排去 那我就不當然不管啊 然後就先來的先玩啊 不管他媽就說 雷雷玩這個東西你要排隊 又長篇大論跟他講了一些東西耶 我可能就是跟他說 啊我們就排這裡就好了 但他會跟他說排隊的重要性 就覺得 嗯 好最後一個就是 我覺得台灣沒有的東西 叫me time me time 什麼是me time 就是屬於你個人的時間 就是說媽媽每天呢 不管你是職業婦女 就是全職媽媽 當你以前還是沒有小朋友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多時間我去看店 我跟朋友做頭髮做指甲 那當你有孩子這些時間都沒有了 但我就跟他講說很重要的是 媽媽有時候 我想要來跟媽媽 hang out 我想要去跟朋友去吃吃飯 那我就會跟他說 每一個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時間 包括你自己在內 你也可以要有你自己的時間 你只要跟我說 媽咪我現在需要我自己的時間 我要去me time囉 OK啊 他就會去 他就會在房間把他的東西都排好 他的朋友們 排好他跟他們講話 那是他的me time 然後好了之後 他就會跟我說 媽咪我me time好了 那你me time的時候 他是能接受的 可以啊我就跟他說 哪一天哪一天我要找我乾媽囉 哪一天哪一天我要跟朋友吃飯囉 哪一天哪一天我要跟朋友吃飯囉 他會想去啊 會啊他會說 那我也想去 我覺得他說那是媽咪me time的時間 所以你要尊重我 對他一般他會接受 或許台灣的家長現在也可以開始跟小朋友講 你可以me time嗎 但是有時候家長是不是就是太擔心不放手 對會 對我覺得他習慣媽媽偶爾會不在家 那當然前提是你要交付給你 信任的人可能阿嬤 我覺得台灣很好 因為很多婆婆媽媽 他們都會做你們強力的後盾 雖然有時候真的很煩 但是我覺得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是完全沒有後援 就是老公 對所以我就覺得 你託付給一個你信得過 你的姐姐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可能兩個禮拜一次 或是甚至一個月一次 你去吃飯找你的朋友 我覺得你會開心很多 我覺得應該 自己除了開心以外 我覺得也讓小朋友學習 對他也會獨一 因為他接著去 他總是要上學 他總是有一天要跟你分開 我都跟他講說 媽咪不肯永遠在你身邊 基礎就是要跟他說 從現在就開始說這樣子 不要覺得爸爸不會或什麼 就是讓他學 那爸爸有他帶孩子的方法 有時候就是睜一隻眼 背一隻眼 也對啦 因為不是說我這樣才對 像如果我在教雷雷的話 或是我在跟雷雷說什麼的話 他並不會來跟我說 他們家不是這樣教的 因為前提是要你要信任這個人 對對對 你要信任這個人 阿嬤跟你說 跌倒了打肚子打肚子 這樣就不對了 因為雷雷有做一件事情 對 就是他跌倒了 然後他就會說 你這什麼東西放在這邊 害我跌倒了耶 我就會跟他說 不是這個東西還一定要 是你自己踢到摔倒 不是他的錯 然後最後他看電視的時間 他自己是選擇一個時段的迷失 因為就是有時候 譬如說我早上可能要出門辦事情或什麼 因為爸爸在家 那我就會跟他說 我早上要去買東西或是幹嘛 你可以選擇你現在看 但你現在看 你晚上就不能看喔 那還是你要晚上 我們一起看個什麼這樣子 他就會自己會去選擇 不是什麼東西都你來講 而是讓他去思考說 我什麼時候看或是怎麼樣會比較好 就有一個priority 在哪裡 該做什麼事 好啦 那我們今天訪問雷雷媽媽 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畢竟覺得 大家的管教方式跟文化 都是不同的 其實我們並不用真說 喔誰的教育是對 誰的教育是錯 可以在下面討論 maybe我們看到了 我們說欸搞不好 我們也可以這樣教雷雷 那如果大家喜歡雷雷的話呢 雷雷會有一些影片出來 那雷雷的instagram也開了喔 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畢竟他這麼想上電視 然後最後呢 我們跟菜哥的fit呢 我們接下來就會上片 如果很期待看雷雷跟哪一位youtuber互動的話呢 也可以告訴我們喔 記得打開小鈴鐺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